再过一个礼拜就是端午节了 也因为端午节再加上威力彩 已经连续21期没有开出投奖了 星期一的威力彩今天上看8亿 投注站业绩也成长了三成 也因为这个礼拜威力彩大乐透 端午加麻的总奖金高达4.8亿 为了排队有公司行号是派人排班来包牌 还有民众是敢用APP先行选号来节省时间 强买乐透彩投注站排起人龙 约端午加麻的总奖金就高达4.8亿 再加上威力彩已经连购21次 尽管是假日投注站的买气依旧惊人 威力彩有累积加上加麻的关系 周一的投奖已经上看到8亿了 大概成长了三成左右 那大家都很聪明 知道在加麻的时候多买一点 听说有端午节的加麻活动 那我就帮我自己还有我儿子更买了一套 把最近这几期都买下来 多买点拼中奖 因为从5月26号开始 威力彩投奖加麻2亿 紧接着27号30号 两期大乐透投奖也各加麻1亿元 为了拼好运 还有公司行号干脆派出直升包牌 我们就会排好说谁去轮着对奖 谁去轮着买彩券这样 然后再来如果是奖金刚好加麻的话 我们就也会自动double 那APP设定好以后 直接拿给投注站的人员 他就直接帮你列印彩券了 如果中奖的话 就算是加个新这样子的 用排班APP来省下排队时间 我心里最想的 当然还是趁着加麻中大奖 摆脱苦哈哈等薪水的日子 最终黄秀敏 丁敏捷 台北报道